公主 关甲让我给你送几件新鲜玩意儿过来 放下吧 公主不打开看看吗 这事关甲特地 不看 你不是要替爹爹劝我吗 怎么不开口 关甲只是让我来给公主送东西 并没让我劝公主呀 你 那你自己不走 因为是关甲叮嘱我 要检查公主的功课呀 是吗 欧阳修的醉翁亭记 公主写错了好几个字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公主没背下来吧 最近苏顺青又写了个苍朗亭记 关甲反复引勇 想要 他们被贬了关 怎能不好要在家里面避宿过 却高高兴兴地游山玩水 一边玩 我还一边写出那么多字的文章 出来气人 爹爹不罚他们 要罚我背书 爹爹这么喜欢这些才子写的文章 从小不知道让我背了多少 足迹 却把我许给那个李伟 难道要指望他 写出篇什么老长老长的什么记 来让我背啊 公主 或许公主府落成之际 驸马都尉便大笔一挥 写下一篇 洛凡阁记呢 洛凡阁 这名字倒别致 洛凡阁记呢 你别哄我了 我听人说 这个李伟 长得不怎么好看 人也不怎么聪明 今年都快十六岁了 才学完孝敬 还有一大堆的恐懵经书 等着他肯呢 根本没有时间学师父 这以后 怎么能陪我吟诗填词呢 我吟诗填词 你是在笑我不会吟诗填词吗 陈怎敢 公主分明是诗词双绝的呀 你分明就是在笑我 我吟诗填词 或许我的诗词 确实比较一般吧 但是曹哥哥 那一定是诗塑双绝的 公主 何时曾与曹公子殷诗作对啊 那自然没有 我 我总会在曹哥哥面前抱短嘛 那公主又怎知曹公子 诗塞双绝呢 他人那么好看 又那么聪明 基本上都比别人出色 我听说他射箭更厉害 蒙住双目 都能射中天上飞过的大雁 他这种神仙式的人物 又怎会不擅长诗词呢 又怎会不擅长诗词呢 为什么